每一年的冬季,特別是秋季,不秋之後的冬季都是流感盛行的事情,非常明顯的時間 在秋季的冬季,也就是去年的冬季以後,我們也看到歐洲,日本海峽,我們都相繼的逐漸有高邊緣性的禽流感,扮演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去年12月1號,行政院已經有開一個院會,就是請農委會,特別就我們的未來可能發生流感,以及因該有的相關的,在院發生之後的一些營業措施,就有請農委會來做報告,以及請強大部會一起來做好有關預先的防疫工作 同時呢,也要加強我們的有關的環境監測,還有茶級,還有防護,這個差不多的穩定 那麼第二天,也就是2月2號,我也個人也到高雄,參加我們行政院的禽流感,還有重大尔,以及組織不太然病房子的這個聯繫會報 那主要是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來充分合作,做好一些換衣發生禽流感的一些迴向和直向的聯繫會報 那麼,必要受了我們有說明的,比較實力,災害疫的情境 那麼,經過這段時間,我不信我們看到最近2月份之後,我們相繼的在花蓮,還有台南,以及今天我們在嘉義,就有檢測出有關H.6的這個禽流感病毒 而這個病毒正是熱韓流行的,相處於病毒 那因此呢,農委會,經主委呢,在昨天,有跟我們特別電話聯繫 針對這個花蓮以外的地區出現 在關節有時候呢,建議呢,我們要把應變中心改為武器開設 那我也當場同意,同時呢,也就請農委會中間主委擔任我們這次應變中心的指揮官 那麼,指揮官剛才建議的有關的相關的應變中心的工作的規劃 那麼,我們希望呢,我們中央各部會,還有地方政府能夠通力合作 持續的加強各項有關的防治措施和主費 我們只要請地方政府能夠確實的掌握疫情動態 因為我們知道,即使通往,還有這個充分的掌握資金 這是我們在疫情防禦上第一項非常重要的基本工作 那麼,這次的H.6的禽流感 跟以往的其他禽流感來說 最大的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它是不是會有禽禽禽的問題 那,就我們所了解,這個病毒呢,在中國大陸確實曾經發生過 其他禽禽禽禽的案例,所以是不可以清楚的 不過,這個禽禽禽禽的情況呢,除了在中國大陸之外呢 在日本和韓國,目前並沒有傳出來 所以呢,我們需要非常謹慎小心 要請會務部,還有農民會 一定要加強有關的教育宣傳工作 一方面,避免民眾控制恐慌 因為這個雖然有這個案例,也不是一個普遍的案例 但是也不可以掉以輕心 仍然它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那麼,動植物這個災疫 發生這個災疫,需要納入這個 中央疫面中心,這是我們第一次做法 根據去年,我們災害防救法的規範呢 我們把它放進來 那麼,因此呢,因為納入災害防救法的規範 還是疫面中心 所以呢,有關的作業流程呢 就會跟廣年,我們在處理情有感疫情的時候 不完全相同 這裡呢,要特別提醒,我們所有的同仁 中央和地方所有的公眾同仁一定要注意 那最後我要特別強調 這個防疫喔,就是作戰 那麼,這個作戰呢,是前線和後線都需要相互的面 而現在,根據這兩天,我們所看到疫情發展的情況 我們希望,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列為已經拍攝 那我們就把這個作戰呢,設為一個比較過程的作戰 我們的作戰會在未來,未來時間特別重要,特別辛苦 希望我們每位同仁都能夠做好每一項細節 才能夠達到我們的工作目標 那麼,這個部分呢,我們就密切得到未來這段時間 會是我們大家非常辛苦的一段時間 在這裡呢,不要對於我們的縣市政府 還有部會的稅務同仁 在防疫工作上準備一天行動 在這裡呢,先表示謝謝 謝謝大家